8月7日,人情男团MIRROR成员吕绝安及陈欣妍出席商场活动 两人首次以动画配音员身份现身 近隐于400名粉丝撑场 电影《反转方舟动物园》由跨国动画制作团队精心打造 吕绝安首度开口演绎贪玩的橡皮兽菲尼 而仙气女神陈欣妍则为黑面狐狸丽娅配音 电影将于8月12日上映 谈到即将有配音电影上映 队友们会怎样支持? 吕绝安却笑止 队员们都很小气 没有答应包场支持 更爆成员柳应亭最小气 问到首度在电影现身可有难度 他说 我平时语速比较快 又有相音 所以有点担心 对于基建港队成员蔡俊燕 之前与队友吴诺宏及张小伦直播时 身为蔡俊燕大学室友的吕绝安乱入 引来逾三万人上线看直播 他笑说 当时我正开工 被人收了电话不给玩 但休息时见有人tag我 原来基建手开直播 正好我有空 虽然蔡俊燕发短信叫我不用管 但我见群情汹涌又想听他唱歌 他本身很害羞 所以入去批他唱 好好听 以前同房时他经常rap 他更自保 大学时期每星期负责煲汤 不过Mira成员没品尝过 香港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